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IU公开了新曲《Love in Joe》 大家看MV了吗? 在MV中,IU和V出现在一栋荒废且无人的建筑内 随后画面转着一间布满灰尘和珍珠网的餐厅 当V看摄像机时 IU便在明亮的光芒中 以一个整洁清新的形象登场 接着IU身穿婚纱 V则穿着西装 他们像一对新婚夫妇一样 拍摄了所谓的婚礼insignic code 这个insignic code甚至还登上了新闻的热搜一位 真的太美了 但是可能是在看完了MV之后 虽然很漂亮很可爱 同时也让人很伤感 总之这幸福的时刻很快结束 随着《San Sani Narutomancho Ruiner》这句歌词 整个城市陷入了毁灭 但即便在这个绝望的世界中 两个人仍然通过爱这一个主题 紧密相连共享彼此的情感 整个MV就像是看一部电影一样的感觉 然后《Love in Joe》MV 还有一个特点是 一般歌手公开MV的话 会有一些人去解释MV 探讨MV的隐藏含义 但是这次是我第一次看过 一个MV能有这么多人拿出不同的解析 甚至每个解析都非常有趣 所以今天在看韩国网友们留言的同时 也带来了几个最打断我的MV解析 在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里 一对男女逃避着飞行的立方物体 躲进了一座废弃建筑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台摄像机 透过这台摄像机 他们看到了一个看似正常的世界 可以尽情享受食物 甚至戏弄那些戴着黑色面具的人 在这个虚幻的乌托邦中 施语的女子和单眼市民的男子的缺陷 似乎都不成问题 他们穿着婚纱和礼服 举行了一场虚幻的婚礼 然而这美好的梦境很快就破灭了 因为立方体物体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男女试图逃避 但透过破碎建筑的裂缝 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已经毁灭得不成样子 最终在一个死胡同中 他们做出了最后的抵抗 并接受了死亡的命运 女子用自己的手遮住了男子唯一能看的眼睛 因为这是他最后能为他做的事情 最终他们消失在虚无之中 留下的只有堆积如山的婚纱和礼服 在这个充满暴力 启示偏见和仇恨的世界中 唯一完整无缺的就是爱 摄像机的观景窗 不仅是一种脱下偏见的视角 也是一种渴望的象征 尽管周遭的人都戴着黑色面具 但在他们之间 爱依然自然地流汤 然而现实的残酷不容忽视 我们能够拥有的现在正是由他人的爱所堆砌而成 爱即使只是表面上的 也留下了其独特的重量 正如那些堆积如山的衣服一般 最终能够战胜一切的唯有爱 我认为在MV中 爱与汉V可能扮演着一对老年夫妻的角色 他们的听力和势力衰退 这象征着老化的自然过程 MV中所呈现的似乎是他们生命默契的灰光返照 暗示着死亡的无可避免 衣服堆积如山的画面可能象征着最终所有人都将面对死亡 尽管这是从悲伤的角度来看 但他们知道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保持着彼此的爱 最终尽管他们离世 我相信这表达了爱能战胜一切的主题 在看MV时我在思考 为什么选择方形呢 它可以是圆形或者是像海胆那样的形状 或许会更有威胁感 但它选择了具有简单神秘的末日感觉的方形 如果把它与重要元素摄像机联想在一起 打开相机应用时你会发现 这是开始拍摄 这是暂停 而这个按钮则是停止拍摄对吧 因此可能与人生的结尾等于死亡有关 在危机时刻为对方抢下武器并停神而出 以及在最终关头为了防止对方目睹恐怖场景 即使自己双眼睁得大大的 仍然要遮盖对方的眼睛 这些行为都体现了爱 最终我们透过摄像机所见到的一切 借是爱的表现 因此爱确实是最终的生理者 听不见的IU和看不见的V 正是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人们 甚至还被消失了 好伤心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们依旧梦想着爱情 这情景让人泪目 两人在这过程中的演技表现也十分出色 在最后IU遮住V的眼睛时我快哭死了 说实话如果只听歌的话我可能会觉得 嗯就那样 但和MV一起看后我觉得哄了好几倍 我觉得这就是MV的正面作用 当IU遮住V的眼睛时我也一起哭了 在荒废的世界中 摄像机里的IU和V的形象实在太美 让我感动的几乎落泪 在这充满黑粉算命的娱乐圈里 我真心希望IU和V能一直拥有快乐的时光 作为IU的粉丝我也不得不说 V笑起来的样子真的很迷人 然后跟韩国网友们的反应有一点点不一样 欧美国家的粉丝们在看完MV后 都觉得非常生气 这理由是因为 词词词词词词